像猛獸一樣席捲而來 抓著電線桿緊急等待救援的民眾 就這樣瞬間被沖走 浪頭越來越高淹沒許多車頂 伊朗連日大雨不斷 全國31個省份中 就有26省發生嚴重水災 尤其是西部和西南地區 傷亡情形多出現在 南部法爾斯省的希拉茲市 根據當地媒體表示 大部分死者就在拍攝淹水影片時 遇險 住在河邊或大坝附近的居民 緊急撤離離海沿岸 北邊的馬藏德蘭省和格列斯坦省 有270個城鎮受到搏擊 影響當地5萬6千人 我們有設置避免的人 我們也設置避免的醫院 特別的船和船 都被避免救人員 還在陷阱 現在陣逢伊朗新年期間 雖然許多搜救單位都在休假 但現在政府緊急取消假期 宣布進入戒備狀態 動員軍隊和直升機救災 運送物資 當地氣象局警告到週三之前 恐怕還會出現大雨 首都德黑蘭和南部胡錫斯坦省 可能也會出現洪災 提醒民眾趕緊做好防災準備 打開新聞整選編譯 至於一代氣旋襲擊 等於一代氣旅行